哈喽大家好,我是Henry 今天我们来聊聊什么是资产与负债 各位,很多时候表面上我们看到一个人 他好像很有钱 买车,买这个,买那个 我们感觉到他好像很富有 其实他所拥有的一切都是负债 每个月他都要还钱 相反的,有些人表面上看好像很普通 但实际上他是一个隐形富豪 他有很多的房屋、电屋等等 那这两者之间最大的相差就是 一个人他拥有资产 一个人他就有很多的负债 那现在我们来谈谈到底什么是资产与负债 许多人都弄不清楚资产与负债表间的联系 而这种联系对于理解他们却至关重要的 许多人长期处于财务困境的根本原因 就是在于他们从来不明白资产与负债的区别 而引起误会的原因就是定义他们时所用的词语 这个词语在穷爸爸、富爸爸里面都有提到 富爸爸告诉了我们什么呢? 资产就是能把钱放进你口袋的东西 负债就是把钱从你的口袋里取走的东西 够简单理解了吧 如果你想变富 只需在一生中不断地买入资产就行了 如果你想变穷 非常的简单 只需不断地买入别人的负债就可以了 这是因为不知道资产与负债两者之间的区别 人们常常把负债当作是资产买进 导致了世界上绝大部分的人都在财务问题中挣扎 那到底什么是资产呢? 这里有几个例子 第一就是不需要我们到场就可以正常运作的业务 第二,比如说股票、资金、债券或者是加密货币 第三,产生收入的房地产 第四就是如果你有专利权或者是著作权 第五就是任何其他有价值可以产生收入或增值 并且有很好的流通市场的东西 那负债的例子呢 比如说维持生存的衣食住行、休闲娱乐、出游、流行、餐业、活动等等 法令规定,比如说税务、手续费、规费、额外的开销 比如说罚单、社交或者是资金借贷、贷款、信用卡、私人贷款等等 这也是最容易理解负债与资产之间的差异 那么第二就是资产与负债之间的现金流向 我们必须要懂得这个流向是怎么样看的呢 什么叫做资产 什么叫负债那个钱是怎么样流 那很简单 资产的流向就是钱流进了你的口袋 比如说你有投资的一些企业或者是项目 每年都会产生收入流进了你的口袋 负债呢 负债是什么 就是支出 你的钱的方向是流出去的 没有回来的 比如说车子 那在这里会有人说了 车子它并不是负债 我有了车子 我可以做生意 或者是把我的车子可以帮人家债货之类等等 它可以产生收入的 这个就另当比论了 这个车子它可以产生收入 这就是资产 如果你买这个车子 它并不能制造一些的生产性 它就很有可能就是负债了 因为它就是支出一个方向 钱从你的口袋流出去 第三 在资产负债表的角度上来看 那资产负债表就是用来说明资产与负债之间的情况 资产与负债表可以看出现金的流动或者是现金流量 在财务报告中 读数字是为了发现情况 了解流向 寄钱在向哪里流 80%的家庭中 财务报表表现的是一副超前努力工作的图景 富人和穷人早期都是同样要用努力来赚钱 努力地工作 流汗 流泪 可能还流血 只不过是富人 他们选择购买资产而不是负债 以至于他们后来能够实现财富自由 那穷人呢 穷人不是因为他们不努力挣钱 而是因为他们购买的是负债 而不是资产 我们可以通过资产负债表来解释穷人 中产阶级以及富人一生的现金流 那么穷人资产负债表的解读是怎么样呢 穷人收入来源一般为工资性的收入 那也就是工作时间来换取薪酬 由于一般穷人收入不够支出 或勉强够支出 盈余很少 他的现金流向图表现为收入完全用于支出 因此普遍表现为穷人不可能有多余的钱 用来购买资产与负债 更不会出现后来的非工资性收入 所以他们的资产负债表很简单 穷人很难改变现状 更难实现财富自由 那是因为非工资性的收入大大的少于支出 那中产阶级资产负债表的解读是怎么样呢 中产阶级比如说社会中高级白领 高级工程师 企业高管 小企业组都属于这个阶级 他们的问题在这张图中体现得格外明显 什么意思呢 这些拥有非常令人羡慕工作的人 为什么往往受到比穷人更大的财务困扰呢 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分清资产和负债 中产阶级具有较高的收入 因此购买力相对穷人高很多 虽然中产阶级有较好的职业教育基础 但是普遍财务教育基础是很低的 简单的说就是打工赚钱的博士生 理财投资的小学生 他们由于财务教育不足 往往将工资的储蓄投入到 看似资产的负债当中 比如说购买私家车 按揭住房贷款 这种投资带来很明显的问题 就是资金的浪费 使得这些人没有钱投入到真正的资产中 但这个最明显的问题却不是致命的 另一个隐含的大问题是 他们购买的看似资产的负债 会潜移默化地帮他们花去大把大把的资金 而他们却认为理所当然 那富人呢 富人的资产负债表的解读是 富人之所以可以通过努力积累财富 而能够实现最终的财务自由 不是因为他们天生有赚钱的能力 而是更重要的是他们具有理财的天赋 他们懂得现金流的重要性 懂得如何将收入渐渐转化为 有现金流价值的资产 懂得资产所带来的非工资性的收入 现金流的重要性 因此 富人在成为富人之前 他们就已经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 以及金钱在于具有潜在现金流价值的资产 比如说股票 债券 房产 非工资性的现金流等等 同时减少负债的支出或避免负债 从而达到实现财富自由 简单来说就是你的收入已经远远的大于你的支出 你就变成一个富人 好了 今天的分享什么是资产与负债 就分享到这 喜欢这个影片的朋友呢 都可以点赞订阅分享以及留言哦 我们在下个影片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分享